森美兰一名从事畜牧业的男子 意外捕获一头野生云豹 没有想到他竟然没有向当局投报 还私自将花豹关进窄小的笼子里 结果被控上法庭 被告是现年40岁的穆罕默菲道斯 他今早被押往芙蓉推示亭面对两项控状 但是他不认罪 控状指出他今年3月27号下午4点左右 在瓜拉壁牢一处田野 捕获一头花豹 不过他没有向半岛野生动物及 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投报 而是私自将花豹关进了窄小的笼子里 导致花豹受苦 因而抵触2010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令 第86之1之息 以及第54之4条文 在第一项罪名下 他可以面临5万到10万令吉不等的罚款 外加坐牢最高三年 或者两者兼施 在第二项罪名下 则是可以背叛罚款5万令吉 或坐牢三年或两者兼施 推示最终允准他 以4000令吉保外候审 并且每个月必须到警局报到 期间不得骚扰证人 案件9月25号重新过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名下 未来 再来电视频 下转发 订阅